如何逃避这恋爱故事 仍然说得多细节 重复的灯笼 遇到未停止 这首到此为止 可以说是Chanel、Yumi 和Windy的定情座 因为是他们比赛 第一次召集的合唱歌曲 今天再回头看 这一个男孩知 现在唱歌就没了当日的紧张感 还很心情地看着对方 众所周知,他们因为比赛变朋友 大家不单纯年纪差不多 还很合谈 不过原来还有一个共通点 我记得我们之前练舞的时候 突然很闷,然后就冲出去 又去外面拍照,然后跳来跳去 我们在外面兜圈 对,在这里回来兜圈 三个人各有特色 而在台上也很有大象之风 但原来Chanel私底下 都一样甜到漏,很适合人 有时我很认真 我复复我的功课 然后她会这样 她会这样 她最多都是这样向前 No 这样 No 你当你现在在自拍吧 对了,这些 对了,我们模仿一下 3、2 OK 这些自拍 很天真 反而我觉得她比我小 反而我要照顾她 对了,真的 吃饭可以跌几次筷子 那次给了菜 我买了珍珠奶茶给她 然后她的衣服还是白色的 然后一滴就有个人 然后我叫不要啊… 然后有那个麦克服 她是要走来走去 然后她走 已经掉下来 我不记得了 麦克服在后面 然后已经三、四次 我就这样捉住 虽然现在他们好像糖黏豆 就算Windy被淘汰 都会翻厂探班 但原来Yumi很害怕Windy 一开始是我先跟她吃 但她就… 因为她那时候很高难 我记得那时候 我很害怕她 她在面课 她跳舞,个人都要跳 然后她有一张椅子 然后她弄破那张椅子 就是跳到弄破那张椅子 不,她不知踢 还是踢出去 然后醒了,我很害怕她 她们在比赛散发不少魅力 所以大家身边的朋友都心心眼 我的朋友就很喜欢你 因为她说你唱歌 唱得甜得爆 甜得好像… 吃糖 一个朋友呢 很想跟你说她很喜欢你 叫什么名字 我只想跟你说 男正女 男 青春无敌 三个人有这么多粉丝 如果整个女团集合在一起 不得了 没有不足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三个人的性格很不一样 所以在一起 会有一种新的火花 因为她是跳唱的 然后她刚才说我们是温柔的 温柔的 她的声音很特别 炸唱歌 她是很炸的 她是很炸的 一个炸,一个甜,一个跳 对啊,三个 对啊,三个